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Airbnb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他出去旅游了 他跟我说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赚钱的方式 就说Airbnb 怎样他们去日本四个人 每个人每天花60加币 租了一个房子一共200多块钱 他说业主很划算 一天收入200多加币 但是我们每个游客来讲也很合适 每个人才平均60块钱 他说这个不错大家共赢 那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也做了很多投资 管理很多物业 那我从你这租一些房子 我就专业做这Airbnb 我有机会发达了 好了 那我就利用这次的这个讲座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什么是Airbnb Airbnb才是一个网站 一个让大众可以出租 放自己的房源 另外这些游客 可以在上面booking 住宿的一个网站 我们讲了就是酒店的Uber 通过一个网站把这个游客 还有呢这个业主建立了一定的这个联系 直接的联系 那么这件事首先说在安省合法吗 我们说Uber 是吧 在全世界有些国家是合法 有些地区是合法 但有些地方是不合法的 有些工会现在还在这个fight 是不是 那这个Airbnb呢 这种短租这种行为在安省合法吗 首先呢 从安省的法律上来讲的话呢 它是没有这种法律呢 禁止这业主呢 把这个自己的物业作为短期的这种出租 说说自由业权的这些房子 没问题 业主想做 你把自己的房子弄出来 作为短期的出租 自己管理没有问题 现在没有法律限制这个事情 但是共管式的物业 包括很多大楼啊 Building啊 那你要问一下管理处和board 因为有些绝大多数大楼是OK的 但有一些大楼和管理处 那明确的规定 说我们这些房子是不能作为短期的出租 那你要确实confirm一下 确认一下 再有呢 就是说有刚才我这位朋友问的 他说我租别人的房子 来做Airbnb 作为商业用途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在我们说在安省呢 这个租客业主的法律 有明确的规定啊 那租客呢 你不能拿租来的房子 来作为这种盈利的目的啊 这样是不行的 不对的啊 再有呢 就是说Airbnb 做这件事情 真的可以发了吗 我做了一个这个调研啊 那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个Shepard Bayview 一个two-bedroom 他的每个每天呢 在Airbnb上呢 178块钱一天啊 好像听起来不错啊 那一个月呢 如果住满了的话呢 呃 是呃 这个好 这个差不多有6000块钱的收益 但实际上呢 他这个呃 入住率呢 不可能住满嘛 酒店都不可能住满 何况你Airbnb嘛 我卖平均75% 这已经很高的入住率了 他有4000块钱的收益 那而且呢 Airbnb呢 在上面 你如果住一个月 还有一个discount啊 那我们就按照最低的 15%来算呢 每个月呢 有3400块钱的收益啊 那你要减掉你的这个condo fee啊 讲到这个差不多550块钱啊 减到这个property tax 还有清洁及管理啊 一个月就差不多千把块钱 再减去网络啊 utility啊 200块钱 我们说呃 他的净的收益的话呢 是1400块钱 这个房子呢 如果是你买断的话 就是已经payoff了 没有其他的mortgage方面 不用还银行 不用还利息 那你1400块钱是你的cash flow 是你的income 但如果是你按你35% 你首期你要贷款的话呢 1400块钱 只不过就是你mortgage payment 也就是说你的操心税 可能就等于你赚的这个还本金这一部分啊 所以说按照这种计算来讲呢 这个要说这个发了呢 这是就不可能吗 明显不可能 再举个例子啊 downtown 咱们说这个靠西边一点 一个airbnb 呃 投入了吧 就说有买一些家具 要来这个布置一下家庭啊 这总要有差不多一万五到两万块钱的投入在里面 啊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个额外收入 这个是make sense 你本身住在那里 有一段时间你出去 呃不在那边啊 你再放在网站上找这个人 短租一下 挣点零花钱 这个OK 但你要说职业选手做这个 那现在呢 好像还不是那么啊 靠谱啊 再有的就是说这个 很多人说我就好这个 我喜欢这个结交来自全世界的这个朋友啊 而且我想展示一下在网路上 因为这不就很很新潮的一件事情吗 就像Uber一样 很多人说开着这个很好的车 我就要坐Uber 没有问题啊 那说如果想做这件事情呢 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呢 就做好了解行情啊 这附近这个租多少钱 这个事你要这个很很清楚 做一些research study 再有呢 就是说初始这个投入呢 呃要做的好一点 是吧 就买这个家具啊 布置啊 要请一些专业的人 给你一些很专业的这个意见啊 第三呢 就是说拍照要拍的漂亮 尽管这个网站呢 提供免费的拍照服务 但是呢 你还是要请 我觉得应该请专业的这些人士 啊来拍很漂亮的照片啊 来吸引人 而且呢 就是让你的这个评价也好啊 这个租金也高 再有呢 就是这个清洁人员 你要呃这个要调好 因为频繁的人员的进出啊 中间的这种清洁啊 要选这种比较可靠的 靠谱的 甚至呢 有一些交接钥匙的事情 可能都是这些人来做啊 最后呢 就是最重要一点啊 insurance 就是保险 因为尽管airbnb 他说呃提供100万的这种 保险啊 这里面保了一些东西啊 包括包括渗水啊 漏水啊 这些事情 但如果人出现问题怎么办 那你还是要跟你自己的这个broker insurance broker要好好的聊一下啊 因为有些保险的话 是不保这种lability的责任的 那中间这人中间在里面发生了重要的疾病 或者是甚至更严重的事情 那这个责任 谁负呢 是吧 所以这个呢 要想好 呃 中和上面这个几点呢 呃 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 也想尝试 那可以上网站上去具体这个呃 登记 然后开始 如果大家想挑一些比较适合于 呃 airbnb的这种呃 房型 或者是房子 那也可以进一步呢 咨询我们 我们呢 会给大家更专业 更这个呃 有效的这些建议啊 性价比的比较好的这些物业啊 好了 那这个呢 上面呢 就是我对这个airbnb的一些看法啊 我们下次讲座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